想不想吃呀? 想吃的話,先進一一二自定,我就給你吃了 最近看到一個熱手很有趣的就是 下班時間,要不要回覆領導訊息呢? 真的很有趣 說得明是下班時間,你這把鬼嗎? 如果你下班還要工作 那些人不是叫下班,那些人叫加班 加班時間當然應該回覆領導訊息 你還很應該主動發信息給領導 問他有沒有加班費 下班時間,當然又不用回覆領導訊息 其實這個道理大家都明白 但是,為什麼大家會這麼糾結呢? 因為我們在對這件事的認知上,存在三個誤區 第一個誤區,大家都是好人,同時大家都是新人 就像這個熱手的案例一樣 看到自己的領導,晚上11點發信息給自己 說有件事很急,最後在12點之前發給他 人們都會想,他好像真的很急,那我要不要幫忙呢? 但我真的不想幫忙,哎呀,真的很糾結 但問題是,你覺得是幫忙,但別人覺得是工作 有什麼區別呢? 區別就是,你幫忙,你會覺得他欠了你 但你做事,他會覺得是應該的 嘿,這樣就差很遠了 如果是幫忙,幫是情分,不幫是本分 無論幫不幫,你也沒錯 但是,如果是做事,幫是本分,不幫是過分 不幫是你錯,幫遲了也是你錯 你以為你幫忙,他至少也會說一句多謝 但結果他只是回了一個一 幫得這麼卑微,誰都不想幫 最重要是什麼?幫忙,都是間不中的 但做事是長做長有的 你這次幫了他,以後會不會陸續有例呢? 搞清楚這個誤區,其實你們就知道 落班時間收到領導訊息應該要怎樣處理 就是不理,因為這個不是幫忙,這個是做事 落班時間,領導要你做事,但你不想做 但又不好意思兜口兜面跟他說 做你老…做…做…做… 那你就不要理他 可能這個時候會有很多很善良的朋友 依然都覺得,哎呀,不是那麼好 覺得良心輕輕,有一點過不去 那他好像真的很急,不理他,行不行 朋友,這就是第二個誤區 我之前都說過,根據我的經驗 絕大部分行業,絕大部分崗位 除了公關,因為公關做得不好,吃屎了 沒有任何一件事真的要急到通宵趕出來 說明天早就發給客人看 可能別人都沒有說過要看 但你老闆想表現一下 然後就善理說 嘩,急著要,喂,好急,真的 喂,趕給我 哎,就今晚 喂,真的,責任不如撞一 不如今天,今天不如今晚 今晚12時給我 其實你們有沒有想過這樣的問題 如果真的這麼急的話 他為什麼不自己做 還要讓你做好給他 他不會做嗎 如果真的這麼急 他為什麼不叫其他人一起做 是要叫你一個人做的 他怕其他人拖慢你馬子的速度 如果真的這麼急 為什麼他還可以發信息給你 問你在不在 而不是直接發個卵給你 那個盾哥教的 發個卵 什麼都說完 他現在電話欠費 如果真的這麼急 我相信不用任何的 Wattman 港和PPT 他直接打電話給客人 也好,給老闆也好 說清楚就行了 是不是真的這麼急 而事實上 在這個熱手的案例裡面 當事人亦都表示 他看了一下 發現領導跟他說的那件 很急著要的那件事 其實都不是那麼重要 大家也知道 我是一個出了名 很擅長換位思考的人 我換位思考了一下 我覺得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 這些老闆有強迫症 他們想到就立刻要 要少一陣都不行 覺得要開會 立刻開 覺得要加班 立刻加 覺得要裁員 立刻裁 喂,你滾,滾啊你 可能他們爆石的時候 都不隨膚直接爆 沒辦法,真的太急 第二個可能性 可能不是他們臨時急著要 而是他們 就是這個時間才開始工作 你們覺得晚上11點 發訊息給你們是有急事 但人家可能是晚上11點 才正式打卡上班 日後實在太忙了 又要健身,又要吃飯 又要陪老婆、子女 等到夜深人靜 我才可以靜下心來 打理我的生意 你們上班的時候 老闆下班 你們下班的時候 老闆叫你們上班 錢乃,老闆的生物中 而這也是第三個誤區 你以為老闆是加班到深夜 但可能老闆才是剛剛開工 你打算跟老闆共患難 但老闆未必打算跟你共富貴 你本將心對明月 愛明月對溝渠 我一直都強調 不是說不可以加班 加得合情合理合法就行了 你覺得我老闆 人都算不錯 都算幫得過 而且理由也十分充分 總之就出了意外 你吃虧一點 牙耳氣也好 做善事也好 你加班 他急著要 你趕給他 沒問題 但好像這個熱手案例一樣 一看就知道領導不是好人 為了一些不是那麼重要的事 要人家晚上十一點起床加班 還有一個星期內有一半的時間 都是這樣的死樣 都是那句 你假裝看不到就行了 你不是老闆 你不需要站在老闆的角度思考 萬一員工不讓自己剝削怎麼辦呢 你只需要站在員工的角度去思考 怎樣不讓老闆剝削就可以了 據說 在某知名問答APP上 曾經有過這樣的問題 為何員工每天只上班8小時 我要付一整天的薪金呢 我可不可以只付三分之一 接著就有網友回答 你發的薪金 就是買人家上班的8小時 若果你想人家上班多過8小時 我們引用一句經典電影台詞 價錢呀 頂你個廢 看完節目了 讓我檢查你自頂月之一二 還未自頂 我不讓你吃了 你是不是不知道怎樣自頂 不如我教你 iOS用戶 點擊月之一二公眾號主頁右上角 選擇次維聲標就OK了 以後想看節目的時候 進入訂閱號消息 點擊右上角 就可以見到月之一二排在第一位 而安卓用戶 只需要打開月之一二公眾號主頁 點擊右上角 再選擇自頂公眾號就OK了 以後想看節目的時候 進入訂閱號消息 就會看到月之一二排在第一位 已經自頂了 乖啦 獎勵你的 啊 以後記得每晚都來看月之一二